视频设备的这条路呢 还真的是坑坑洼洼的 就拿做这个频道四年来说吧 为了保住画质 又能同时提高自己的这个拍摄体验感的效率 我也换过了不少的设备 从最早的这个Pocket一代 到富士的XT3 然后尝试了富士的XS10 然后又换到了松下的G7 测试了富士的XH2 XS20 最后呢 其实我还尝试过了松下的GH6 但是这个格局呢 在最近被打破了 让我从中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吧 那么现在呢 这就是我的全部视频设备了 最近的视频 甚至于未来的视频呢 都是使用这些设备拍摄的 Pocket3的出现 可以说是一个关键点 它让我可以替代之前 我的那套松下G7 室内的视频 您看我现在都是用这个Pocket录的了啊 画质不掉的同时还多了 自动对焦和稳定性 那这就是G7它不具备的了 体积呢就更不用说了 G7它再轻也是需要额外再搭配镜头的 而GH6说实话还挺好 但是真的是又大又重 暗光对焦仍然不是很理想 所以最终呢我还是放弃了 手持相机的稳定性和发热问题 我认为是富士XS这个系列 10和20这两个机身的一个通定 拍不了多一会儿就发热关机 那即便是有了机身的防抖 没有稳定器的加持 说实话边走边自拍的这些画面 仍然无法实现一个很好很理想的效果 而这两点呢 其实这个Pocket 3也是可以取代的 发热呢其实肯定还是会有的 但是它不会烫手 也不会出现说强行关机不让拍的这种现象 为了拍视频烧坏两台富士XT3也是没谁了 没错就是我 当然这也是后来折腾换门的这么一个根源性的问题 那两台XT3就都用不了了 传感器烧出坏点之后啊 每个视频上都会看到有那么一个小白点 那个位置的像素就算是永久的缺失了 拍照片呢可能不是特别的影响 但是拍视频的话就惨了 我之前发过的视频里边 您应该能够找到这个坏点还挺明显的 拍视频费传感器这事 您还真别不当回事 自己的机器烧坏了心疼 买二手机身的时候也要多加小心 看看它是不是曾经是视频机 如果是视频机的话 那这个传感器的寿命啊就快到头了 可以做个小测试 不摘镜头盖就让它黑着去拍一个 视频的小片段 然后回看的时候看看上面有没有小白点就知道了 那以上过去遇到的这种种问题 让我最终锁定了新出的这个Pocket 3 唯一的弱项可能就是暗光环境了 但我认为Pocket 3这一代还是可以接受的 花质肯定是比二代强 这几天呢我也拍了点夜景的素材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那么综合来讲我认为Pocket 3是目前让我愿意继续长期用下去的视频机 这样我就不用我的那个拍照片的机器来拍视频了 这样就延长了它的寿命 那具体详细的评测和样片内容呢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欢迎翻看前几期的视频 最近呢我把手头上那个GoPro 11换成了Action 4 一是暗光画质的问题 那这是我拍摄日出的时候记录的一些画面 虽然说这个Action的暗光环境画质仍然不是非常理想 但是负责任的说还是会甩GoPro几条街不成问题的 再对比一下这个Pocket 3 你就能看出这个Pocket它的暗光效果有多干净了 这些判断呢我都使用的是Action的全自动曝光 自动白平衡的模式 我认为大体上还是满意的 换Action 4的第二个理由是在打开水平锁定这个功能之后 它的视角实际上要比GoPro更广一些的 我未来在给大家拍第一人称视角的时候 那效果呢就会比以前更好了 不然这个相机呢总是拍着拍着 我一抬手就跑出画面了 视野更广的话呢收纳进来的东西也会要更多一些 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吧 从实际体验上来说让我非常信赖目前的这两台机器 满足了我全部的拍摄需求 还让我的视频设备更加的精简了 同时呢也减轻了不少我的背负压力 我那个包啊真的是太沉了 所以不得不感叹科技发展的力量 现在是又小又厉害啊 哎您还别小看这一点点的变化 它呢让我丢掉了原本的相机机身 至少得有两个镜头 一个套头拍环境 一个BRO拍我自己 还有一套无线的麦克风 一个机顶麦克风 贼贵贼尘的监视器 甚至是外出我都能少带一个三角架了 就更甭说电池 内存卡充电器 这些配件了 您说省不省事 这两台机器的优势我认为都是可穿戴 在尝试了背包尖挂 胸挂头戴等等各种方式之后 我发现这个挂脖是最好用的 视角它不像胸挂那么低 走路爬山 也不会像尖挂那么碍事 所以我就扔了我原来那个硬质地的挂脖之后呢 入手了这个软绳硅胶版的 优点是您看特别的好收纳 卷曲之后我就直接放进我这小包就好了 挂在脖子上呢 它也是可以调整这个弯曲程度的 所以舒适感确实是加倍了 长时间佩戴 我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负重感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常用 所以已经习惯了 那Pocket在搭配这个小配件之后 其实也是可以实现 放在脖子上穿戴的 别忘了 同时还要激活在Pocket 3菜单当中的 一个叫做穿戴模式的选项 这样呢 它就会锁定对焦模式了 镜头呢 就不会到处乱跑了 我的这个肩挂呀 是PoLa Pro 非常不推荐 快装版我都换了三个了 不通用 还贼贵 千万别买 旅行记录的另外一个需求呢 就是定点机位 比如说坐在公园里 拍放在桌子上 拍吃饭 然后放地上拍摄 于是呢 就需要一个小型的三脚架 桌面三脚架 好吃好 但是啊 金属成分太多 重量太重 高度呢 也是比较有限的 所以我后来呢 换了这么一个 Small Rig 出的八爪鱼 它用起来还挺方便的 可以绑在栏杆上 或者是树上 这是它最大的优点 但是呢 它的价格要比周臂那个便宜太多了 其实这个产品啊 我觉得也就应该卖这个价钱 周臂那个价钱实在是太夸张了 所以大家要买八爪鱼的话 可以考虑这个比较简化的版本 还便宜 那么为了方便我的Pocket和我的Action 能够快速的在挂拨和小三脚架上 自由切换 我换了这个 拉长就是一字拍杆 收起来就是三脚架 那最关键的是 它的这个卡口和挂拨是通用的 它们呢都属于叫做这个Cap Lock 这个系列 现在用起来呢 就舒服多了 切换起来非常的方便 看来这个统一的生态系统 真的非常重要 快装板不通用 真的很难受 您别看它还挺粗壮的 和八爪鱼的重量 其实呢 几乎是一样的 需要挂起来的时候呢 它其实也可以这样挂着 所以在大多数时间呢 它可以满足我更多的需求 而且它的高度 要比八爪鱼和小三脚架呢 要高得多 还可以当自拍杆来使用 这个打僵运动相机 它自己有一个超长的自拍杆 拿到的时候 这个长度 把我给惊走了 看上去更像是西天取经了 是不是 但是它呢 可以模仿一种 假无人机的视角 就把它给举高点 然后做一个滑动 在一些反正特殊的场合下 还是有点用的 而且这个重量也不重 把GoPro换成Action 4 其实也是图大疆的生态系统 那无论是配件的通用性 还是说后期配色 LAT的统一 都会让我整个的工作流 更加的方便简单 视频色彩呢 也会更舒适 更统一一点 自从这个大疆 它从原来那个D-Syn-like 改成了现在这个D-Log色彩模式之后 后期调色就会变得非常的方便了 实际上 这个Action和Pocket 那两个LAT的颜色 几乎是完全一样 甚至可以通用的 有了它们之后呢 就再也回不去GoPro了 所以现在我整个的这个视频系统 从以前的傻大黑粗的相机镜头稳定器 直接减负到这样的一套 心情也舒畅了不少 顺便提一嘴这个Pocket和Action之间的区别吧 我认为主要就是考虑两点 一个是画质 另外一点就是三房 Pocket的画质肯定是要比Action4明显要好很多 一眼就能看出来 而这个Action呢 它让我在雨雪大风的恶劣的天际下呢 可以比较放心的去使用 不需要担心进水什么的 所以大家稍微的斟酌一下这两点来选择 主要我认为就是考虑 您有没有这个三房的需求 因为一旦使用的条件是比较苛刻的 那么画质这东西咱们可能就要不了了 反之如果没有三房的需求 那么咱们必选这个画质好的 最好的解决方案 我认为还是大江能给这个Pocket3 出一个防水盒 其实它前两代都是有的 不知道这代会不会推出 接触这个视频几年来 我明白了一个事儿 要想拍好这个视频 往电影质感上拉 那就不能怕麻烦 好机身 好镜头 好的滤镜 稳定器 一样都少不了 每一次按下开机键之前 都得跟那倒腾个半个多小时那种 而且呢 您还别忘了 还得有后期的剪辑软件 以及机器 而且还不能买便宜的 真跑不动 学习的成本 也是相当的高 最终 我得到这么一个结论 那就是说 这不是咱普通老百姓能玩的 资金是一方面 时间投入呢 又是另一方面 而最重要的是 设备多的 一个人根本就背不动 除非呢 是专门只拍视频 而对于我这样一个 拍照片为主的人来说呢 平面设备 就已经占据了 我这个背包 大部分的空间 况且 我也没有那个天赋 去拍好视频 所以呢 用来用去 我认为只有说体积小 拿在手里边 很方便使用的设备 才能够让我 去拍好视频 做好记录 还有就是 别什么都乱拍 这些素材呢 一定要少而精 因为视频的后期 真的实在是太麻烦了 就光看一遍这些素材 就够一梦的 相比较拍照片来讲 我认为这个视频的门槛呢 还是比较的高的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 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丽 关于设备呢 咱们就先聊这么多了 提供一点参考意见 祝大家都能够在年底 收到称薪的设备 看见价格很低的商品啊 紧防上当 记得避坑 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